九四版的射雕英雄传里 有许多有趣的穿帮镜头 小师傅光顾着看猪音了 竟然都没有发现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黄亦飞饰演的段天德 脸部有一块黑色的胎记 可是这胎记 好像是用黑色彩笔画上去的吧 七师傅韩晓莹在教小郭靖练剑 大师傅和三师傅则在一旁下棋 等等 何振恶不是个瞎子吗 怎么会下棋呢 黄亦给郭靖做了一只香喷喷的叫花鸡 把附近的红七宫都给招来了 估计是来得太着急 七宫里面的衬衣都还没有来得及换呢 后来黄亦看到这个叫花子少了个手指 就猜到他是丐帮的帮主红七宫 这根少了的手指当然是藏起来的 可是在后面的剧情里 看到演员故意将手指收起来表演时 还是忍不住有点想笑 郭靖离开各位师傅 独自到酒店里吃饭 点了好几个菜式荤素搭配 可是据我观察 他还是比较爱吃碗里的这包方便面 真香啊呀 老顽童用计 将尿淋在了黄老邪的身上 之后他却说自己的尿是童子尿 喂 黄老邪 你灌了我十几年了啊 今天被我的童子尿淋一淋 我也算对得起你了吧 难道他不知道自己和鹰乌 发生过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吗 黄老邪骗郭靖学游泳 把他推到水中 后来差点把郭靖给淹死 可是当黄老邪把他揪上来之后 不光头发上没有一点水 就连身上都是干干净净的 王海在帐篷里教训儿子都使 仔细看 后面印的一个图案 怎么看怎么演说 大家觉得呢 我们都知道TVB拍摄的电视剧 经费都比较紧张 剧中许多道具都是穿帮镜头的主力群 比如桃花岛上的塑料瀑布 还有煤超风身后的两个大冰块 同样也是塑料制成的 一灯大师身边的和尚 这头套也太明显了吧 秋初几道长的头套 感觉马上都要掉下来了 道具廉价值都能理解 可是有一处剧情让我十分的困惑 郭靖的四师傅遭人暗算 临死前不能说话 就想着用血在地上 写出杀人者的名字 在如此紧张关键的时刻 四师傅咱就别咬完嚼子了吧 直接写名字不好吗 后来郭靖想把师傅们 都安葬掉 可是身边又没有工具 只能靠自己的两只手来挖 他以为师傅们是黄老邪杀的 对黄荣也是挨搭不理 更是把他送来的搞头也扔了 最后竟然靠自己的一双手 愣是挖出两个四字方方的大坑来 还有棱有角的 真佩服过境这双手 简直比挖掘机还厉害 您马上释放这个